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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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在还没有讲经之前 我想各位入场的时候 手上应该有一个手机调试 你可能拿到的是学习 也可能拿到的是关怀 没关系 然后你可以打开 背后是奉献 这是我亲自设计的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佛教徒 很喜欢手机调试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老朋友或是新朋友 大家都喜欢手机调试 你也可以刮包包 设计这个用意是希望 菩萨道要法门无量誓愿学 若是你拿到的是学习 第二个你若拿到的是关怀 就是菩萨道 观音法门 常常要关怀你周遭的一切众生 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么多人 所以可能有些连友还没有拿到 没关系 下一次我再给各位 这是师父的一个心意 这是空运来的 然后呢 背后是奉献 佛教徒应该想一想 我们对正法 对众生有什么奉献 我们来人生一招 我们常常讲 人生难得 精以得 佛法难闻 你也精以闻 此生不像精深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啊 你得到了佛法 得了人生 应该好好的精进修持 所以这是我今天 最后要送给全部各位的礼物 是由台湾全部佛友所供养的 好 现在请看讲义 九十九页 第二十行 丁六 沉浸忏悔礼战 然后今天我会讲一个段落 我还有一些补充跟鼓励的话要说 请看经文 物一造黑夜受大苦 继续的昨天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一点长 不过在相关的地方 师父为了希望能够帮助你 对修行上有多一点体会 所以我也会补充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故事看完了以后 当然是结个善缘 可是你会怀疑这个真的吗 或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请看科判 物一 然后造黑夜受大苦 请看经文 这时候大的阿修罗王呢 就摆观世音菩萨言 我今天真正的用全心全意的身心思维 我过去生虽然做广大的布施 但是我信奉外道婆罗门 所以我依婆罗门的教法 虽然我做了广大的无畏布施 可是我布施的境界跟心 都是够黑不尽的 就是那染污的 虽然布施应该得到很多的福报 但是他的心是不清静的 而且他杀心很重 称心跟傲慢心很强 所以他得到的果报反而是复杂的 我经所有的眷属 都因为业力感召的缘故 被缠服在铁窟里受大苦恼 今天我遇到了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请看 几一 物二 礼赞观音功德分五 几一 归一 忏悔 观自在菩萨 我多生多劫 曾经拜过你 礼敬过你 而且修学你的观音法门 我今天一让我身心的归命顶礼你 希望你慈悲怜悯我 怜悯我什么呢 怜悯我有佛性 怜悯我曾经改过 怜悯我曾经忏悔 怜悯我愿意改变 请你救救我吧 如是这样的苦难呢 我是呢不想再受的 因此用祭颂而赞叹 曰 几二 莲花一王 请看祭颂 那在讲这个祭颂之前呢 我有几句话想说 当然这些祭颂呢 都是很殊胜的 他是佛力加持 观世音菩萨加持这个大阿修罗王而说出来 待会你会看到一百页丁七 观音菩萨在他讲完祭颂以后 亲自为他授祭成佛 这授祭成佛是很殊胜的 所以祭颂是很难得的 在印度 以前学佛法 祭颂是要背的 所以各位 我得建议你 虽然你学佛很精进 我考考你 你们会背什么 心经 对不对 可能很短 往生神咒 大悲十小咒 十小咒 你可能会背 往生咒 你也会背 对不对 可是呢 大悲咒 有些人呢 心散乱 说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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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见了 所以我这边公开回答 长咒跟短咒 都一样的功德 但长咒在对峙你的散乱心 因为我们凡夫心很散乱 你必须要用心背 你心才能够降服 但是真正在你业力线前 断气的时候啊 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经文的 你不可能说 师兄 拿个普贤行愿品 给我看一下吧 那时候你是老花又断气 是看不到普贤行愿品的 因此 听好 严格说 祭送是要背的 假如你能够背心经 当然很好 可是你若不能背 师父要建议你背 普门品 世尊妙相聚 我经重问彼 佛子和姻缘 名为观世音 对不对 你们眼睛怎么瞪得这么大呢 我25年前就学佛啊 我也是念心经跟普门品的 跟大杯子哦 师父会背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有个要求 开始背 普贤行愿品的寄送 专心听哦 我真的很希望度各位而成佛的 但是各位真的要很用功 佛法不是量啊量量啊量 你就可以成佛的 没那么容易 佛法你是要很认真的学习 而且无量节的广修功德 你才能够成佛的 所以你必须背寄送 为什么呢 注意听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专心听 今天这是我要讲的很重要的 我希望我长寿 但是下一次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专心听 当我们断气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很乱的 那有些人呢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佛并没有现前 为什么 这原因很多 是你的业力没有参除 刚才讲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还有 你断气的时候呢 家人在念啊 爸爸妈妈 你不要走啊 孙呢 就喊阿公跟阿嬷 看着这么漂亮的屋子 跟财产 想到呢 还有银行的存款 你的心是七上八下的 就算你不想走 可是业力静的时候 身体就开始分解了 地水火风 你就感觉呢 哎呀 呼吸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急促 然后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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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有修禅定 你心会很宁静 你不会怕 可是一般人若不学佛法 断气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因为那时候业力呢 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开始波涛汹涌现前 至于待会会看到什么呢 后面经文还会讲 南瞻步骤的人 会看到大海 还会看到火 烧着树 这些都是你的业 那这时候呢 好 就开始人家呢 开始帮你祝念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嘴巴念阿弥陀佛 其实你的心还是很混乱的 你不要认为念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很容易 平常不念啊 你灵中是念不出来的 就算你这时候想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有时候因为你身体很不舒服 你会连观字呢 你都念不出来 然后这时候呢 呼吸就慢慢慢慢慢慢停止 到最后吐进了一口气 你就不动了 如如不动了 这时候撬辫子了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走 接下来这是风停 地水火风的风大停止了 接下来呢 还开始呢 人家帮你祝念 我法师为你开示 这都是你的福德因缘 你要平常修 才会感得 善知识在眼前 然后呢 我曾经帮人家 祝念过 什么都准备好了 结果那一天停电 所以下次你祝念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可以带一个录音机 要准备电池 放阿弥陀佛的CD 或六支大民族的CD 现在台湾很进步 要祝念之前 先要调查 请问他平常念什么 你观音菩萨 就帮他念观音菩萨 他念地藏菩萨 就帮他祝念念地藏菩萨 民主自由时代 Multi Holy Name of Buddha 对不对 他念地藏菩萨 你就帮他祝念念地藏菩萨 他喜欢念米勒菩萨 也可以帮他念米勒菩萨 不要那么固执 一定要强迫他念阿弥陀佛 因为他想要去见米勒菩萨 那你就念米勒菩萨 假如他是念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就为他祝念释迦如来 现在台湾已经很进步的 update了 也希望各位可以接受 这样的观念 所以最好你先立遗嘱 我断气的时候 请我帮我念六字大明咒 那我们就会按照你的愿望 然后呢 好 现在念的时候 你就开始 体温就开始慢慢冷透 你的神势在变化 可是最晚 最晚 现在我们讲八个小时 事实上 现代人执着比较重 现在台湾已经开始鼓励 是念十二小时的 用排班念 到了十二小时以后 你的神势一定会离开 身心就这样离开 像你看卡通影片一样 一定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 然后你就会在房间里飞 然后这时候呢 虽然住念 慢慢的你的皮肤就开始烂了 发臭了 所以像新加坡三天 你说不放冰库的 尸体都是很臭的 然后地就裂开 土 接下来水大 浓血就流出来 就准备火化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当你离开以后 每一个人夜不现前 不同 假如你幸运 真的很精进又修持的话 当你在念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现前了 极乐世界就现前 这个时候呢 极乐世界一刹那之间就现前 等一下 给你看图片 就像 这张 阿弥陀佛一刹那之间 就在你的远前 你看到了云就现前了 这时候就恭喜你 阿弥陀佛会放金光 西方三镇放光 就会讲 善男子善女人 以你多生多劫的功德力 欢迎来极乐世界 这时候就恭喜你 你看到 当然你不会恐怖 心很欢喜 然后佛一放光 就像脱掉一个冬天的外套一样 新加坡很热 你很少穿冬天外套 就像脱掉冬天的外套 就像师父讲完经 把袈裟给脱下来一样 一刹那之间 你就脱 投胎 站在莲花台上 就跟着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就恭喜你了 你就永远解脱轮回了 这时候你会听到天月明空 异乡满事 全部人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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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几秒钟 一刹那之间 你就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就恭喜你了 所以其实极乐世界的速度 是很快的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那有些你断了气了以后呢 你会留恋 执着 你在家里飞 然后呢 你就觉得舍不得家 这时候怎么办 注意听 注意听 各位我想在座的年轻人 有没有去过night club 就是这个旋转舞厅 我是没去过 这是我同学讲给我听的 给我看图片 它中间一个银色的球 对不对 然后灯光暗 就这样跳 有没有 这样跳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你看到世界 都是黑暗的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 新加坡什么都没有 很抱歉 新加坡也没有鸡 也没有猪 然后呢 新加坡也没有温泉 如果你有到东南亚 日本 台湾 或是韩国 去泡温泉 泡温泉 都有三温暖 知道吗 泡三温暖的时候 你会流汗 对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 泡三温暖的时候呢 整个都是密闭式的 你刚开始泡很舒服 对不对 要缴钱 去流汗 流一流了 你很想出去 结果你出去的时候 糟糕 门锁了 打不开 那时候你会恐惧不安 听好 中阴生就像这样 知道吗 你突然觉得外面关起来了 糟糕 我出不去了 这时候怎么办 背普贤行愿品 请翻开讲义 第八十八页 你可以背心经也可以 但是师父更希望你背普贤行愿品 所以各位老菩萨 请你八十八页到八十九页 要背起来 叫年轻人 教你 师父加上汉语拼音 念什么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 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差 你就一直念 这时候你就观想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分开了 你没有身体 没有肉身 这时候你就观想自己盘腿 然后合掌 为什么我要劝你念这个呢 注意听 这时候你是要靠法力 刚才讲 佛力 你念阿弥陀佛 佛没现前 那是因为你的夜没参处 这时候你靠法的力量 这是华言经的经文 而且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文 所以当你一念的时候 华言会上佛菩萨 他就会放光 极乐世界也会放光 就像下一张 阿弥陀佛就会放金色的光照着你 你不念 他没办法放光 为什么 要有缘 知道吗 你自己要有法的力量 而且你不要担心 那时候我念错 因为你呢 没有身体的束缚 所以你的念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就盘腿合掌 一直念 念七遍 十四遍 二十一遍 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呢 夜历会这样 像玻璃炸掉一样 蹦的一声就没有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这就是法的功德力 这是我一生学净土 很重要重要 很多的武功秘籍的其中一招 这会传给各位 这是真的 但是先决条件你要会背 所以背经文 你能够完全的专注 当然先不要跟师父辩论 先听一听师父苦口婆心 为什么这样教你 举个例子 你也可以试 假如我今天 发烧了 生病了 我没有上班 我坐在家里 你背得出来吗 有时候你背不出来 头不舒服嘛 你很难专注 那现在感冒生病 你都背不出来 那断气的时候 你也背不太起来 所以你应该发愿 今天结束 我会带大家发愿 从88页到89页 这是我把普贤行愿品的寄售 浓缩再浓缩 不能no more discount please 那也有人跟我师父抬杠 师父我可以念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可以 但你为什么不念这个呢 这个 他有他发愿的 你念这个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会放电波一样 会跟阿弥陀佛的临终皆隐愿 现起来 相应 好像两个电波一样 你看插头一接了 灯泡就亮了嘛 所以你应该背起来 阿弥陀佛有临终皆隐愿 从来不会舍弃众生 是因为你的业没有灯除 所以那时候你会像中阴生一样 一直游离 可能会飞很远 然后又飞到家 所以世俗里面有说 这样做妻的时候呢 在家里看看祖先有没有回来 在家里撒石灰粉 对不对 然后就会看到脚印 注意点不要这么做 这样会吓到小孩子 有些众生 他的业显现不同 快的话 你断气的时候就往生了 就投胎了 有些呢过了一天 他就投胎了 他就升到天上去了 有些呢 他已经投胎做人了 可是呢 每隔七天是夜力显现的时候 他会像做梦一样 醒了一下 然后又睡着 所以为什么我们佛经理 按地藏经跟大乘的经论要做妻 念地藏经也很好 念普贤行愿品也很好 念任何一部经都好 所以各位发给你的普贤行愿品 从六十二页到九十九页 你能够背起来是最好 听好 我丧业经社 我的老菩萨教了他七八年 又一半以上的人 通通都会背了 往生要有本钱的 对不对 这是最后一招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所以希望各位回去背 慢慢学 你不要看师父这么忙 我全世界都在红法 可是每天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我一定会盘腿 做我的功课 最后我会对着虚空 哪里都有佛 我自己会发愿 这个极乐净土 精简发愿文 你可以念三遍 五遍 七遍 越多越好 至少念三遍 然后呢 你点完灯 上王墙 你就可以去睡觉了 假如万一你睡完觉 突然就断气了 那就往生极乐净土吧 Your time is over 就是你的生命到了 第二个 万一呢 你发愿了 第二天 哎还醒来 那很好啊 就以菩提心 继续行菩萨道啊 所以真正学佛 觉悟的人 多大一天 就在这个世界上 做什么 继续学习佛法 继续利益众生 继续行六度波罗密 所以老菩萨 不要急 也不要怕死 你的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会来接你的 他不会接错的 因为佛的智慧 像广大的虚空 像万里无云的太阳 你不用担心 那万一也有怜有 比如说他中风了 或是进医院了 或是他躺在家户病房 走不了怎么办 念普贤行愿品 在西藏的拉玛 他们去参加 普贤行愿大法会 就是念62页到99页 一模一样的是藏文 全部的拉玛 在七天内要念十万遍 普贤行愿品 所以普贤的行愿品 华言经是显密共同的 金中之王 好讲的这么多 你还是不高兴 要念心经 好那也可以 念21遍心经 就一直念 但是你的心里要想 我要去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就会现前 因为空性 也可以吹除你所有的障碍 所以你得练习 好 现在自己写 第一个 在黑暗当中 你可不可以念佛 第二 在称心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念佛 第三个 在顺境的时候 你会不会念佛 第四个 在恐惧不安的时候 你会不会念佛 第五个 你在做梦的时候 会不会念佛 这些呢 早期我在基金会上网 也讲过 我再讲一遍 你自己写 第一 在黑暗当中 你能不能念佛 第二 在顺境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念佛 第三 逆境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念佛 第四个 病痛来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念佛 第五个 在做梦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念佛 如果你这样 一关一关 你都能过 到做梦的时候 你才还记得佛号 那师父就恭喜你 你有百分之六十 跟七十以上 你绝对会往生 极乐世界的 假如我刚才念的 这五个境界里面 你都忘记佛号 I'm sorry Please wait for next life 就等下一世吧 下一世不一定是下一个 可能是下下下 不管好几个事 哪一世 你修到你又觉悟了 有梦精进的时候 阿弥陀佛才会来接应你 所以华言经说 这个苏佛世界的一节 很长的时间 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昼夜 实际上 西方极乐世界 是没有白天跟晚上 是以莲花开跟河 来做晚上 极乐世界的开跟河 是很长的 为什么 极乐世界人都是无量寿 也有老菩萨问我说 师父啊 很奇怪 你不是说 极乐世界成愿再来吗 我有祖先 已经去了十年 二十年 怎么都他没有来 我再讲一遍 苏佛世界的一节 等于极乐世界的一天 所以我们这里啊 十年啊 才是极乐世界的几秒钟而已 你不要那么急 佛还没有帮他受祭 当然还没有来嘛 对不对 所以 这是我真心要讲 这一段经文之前 当然 假如你喜欢观世音菩萨 你也可以背 世尊妙相聚 我今从问彼 佛子和因缘 名为观世音 可以 不用唱的 因为唱呢 你的心容易跑掉 你就是一直念 念普门门的祭奏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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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七遍 十遍 十四遍 二十一遍 观世音菩萨就会现前 为什么 因为你有法华经功德力的加持 还有你智力 虔诚 你那时候念经文的功德力加持 那观世音菩萨立刻就会现前 了解吗 怎么有眼睛瞪着我呢 了解吗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师父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从轮回龙得到解脱 所以 希望你 真诚接受我的建议 不要那么固执 不要动不动就跟我变 你先听懂 我的苦心要教什么 我说过 你可以念心经 念二十一遍也可以 越多越好 如果你喜欢背 普门品的祭奏 我看呢 下次可以考试吧 各位都念普门品 下次我发一张纸 每个人写普门品的祭奏 看你写得出来吗 写不出来就回去背 还有 回去呢 念普贤行愿品的祭奏 当然 若能说从六十二页到九十九页 这是很长 这是全部的祭奏 如果不能的话呢 就念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的 十大愿望祭奏也可以 或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很短很短的八十八页到八十九页 这个已经不能再减了 OK 再翻回来 九十九页 请看科派 接下来这个就是阿修罗王赞叹观世音菩萨的东德 他的祭奏有一点像普门品 的祭奏 请看 请看第十九页 这是古汉文 我简单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他说 一心一意归命大悲观世音菩萨 早期一二世纪观音菩萨叫莲花守观音 前面给各位看过图片的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心脏又不太好 我赶快先把经文讲完 第二个 大莲花王 观世音菩萨也坐在大宝莲花 莲花以六度万恨为因 然后他一切是圆满吉祥的 观世音菩萨身上清净庄严 累结修 所以他身上有挂满金银珠宝 樱落 这是他界定会修来的功德 他有庄严为妙的色身 头上呢有法迹 所以菩萨跟佛不一样 菩萨头上有法迹 上面有宝观 他带着天观 上面装没了各种庄严的宝石 看二十颂 顶待弥陀一切智 救度友情而无数 病苦之人求安乐 菩萨献身做医王 他的老师头顶呢 是带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一切种智 这里就是一切种智 这是般若波罗咪经讲 佛有一切种智的智慧 他深深世世大悲愿力 救度无量的友情而无量无边 下面请画起来 生病的人 当然你可以求药师佛 可是在这里 祭宋也告诉你 观音菩萨也可以做大医王 所以在印光大师文操里 他的善巧方便里 他劝有些怜有 他没有说药师佛不好 不要介意 传统上各位大殿右边都供药师佛 左边供阿弥陀佛 很好 中国人跟这两位佛菩萨的缘很深 可是事实上 印光大师却欠一般人专念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悲心愿力 广大无边 以现代化来讲 他是大悲太阳能 你念他 他感应力会很强 所以你若有病苦的人 希望病能够早日解除 向观音菩萨懺悔 你一心念六字大名作 或观音的圣号 观音菩萨就会现身做医王 有时候你看不到 但观音菩萨会现身 为你撒甘露 还有有时候观音菩萨会拿药丸 弹到你的嘴巴 这个都是他的加持 接下来再看下面 几三横梭妙法 请看一百页 二十一颂 大地为眼明欲日 最上清净为妙眼 赵主有情得谢托 得谢托以妙相应 他说啊 观世音菩萨 他深深是是 加持你以后做什么 为你说妙法 从我们这一次呢 第二卷 Part 4 你可以看到 观音菩萨可以讲 八正道 观音菩萨有讲 六字大名作法门 观音菩萨讲 发菩提心 讲六度波罗蜜 目的是要说法 所以法有法的功德力 那他呢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他看三合大地的 一切呢 就像看到他掌中的眼睛一样 所以 对不起 这里应该说 菩萨看三合大地啊 像掌中一个阿摩罗果 阿摩罗果是一个印度的水果 有点像你们诗的榴莲一样 阿罗汉跟菩萨看三千大千世界 尤其是菩萨 他就像掌中放一个水果一样 他所有的众生的念头 他都知道 那明亮的眼睛 就像天上的月亮 日月一般 最为清净为妙 这个眼是什么 请写在旁边 观音菩萨的眼睛可以看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所以你看到 有些护法的眼睛 是写三个的 观音菩萨 他也牵手牵眼 眼代表智慧 照主有情得借托 照着呢 一切众生 这里的主是指 恳求 我们每个众生 对观音菩萨都有很多的祈求 不管是求世间的 求男孩得男孩 求健康得健康 求长寿得长寿 但是希望各位不是指求世间的 更应该求呢 求三昧得三昧 求成佛得成佛 求净土 而圆满你的净土 所以他会造主 主就是呢 所有一切众生的齐请呢 而圆满他的愿 而得到从心 从烦恼得到解脱 得到了解脱以后呢 妙相应 你的心就会跟法相应的 接下来再看 二十二诵 由如如意摩尼宝 能护真实妙法障 而横说六波罗蜜 称阳思法 具大志 观世音菩萨 オンマニヴェミホン呢 就是中间拿摩尼宝 其实就是如意摩尼宝 代表他满众生一切的愿 地藏菩萨也拿摩尼宝 听好 我如果发愿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为我授记的时候 我也会中间捧一个摩尼宝 意思代表满自己的心愿 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你可以写下来 有时候你要拜观世音菩萨 念了很多很多 你又怕 哎呦待会我是不是又漏掉一条 要再来佛堂 你最后可以想 愿我满自己的心愿 也满一切众生的心愿 这个愿包含世出世间的愿 这就是摩尼宝的意思 西藏也有摩尼宝珠 地藏菩萨拿着也是摩尼宝 也会放光 能护真实妙法藏 能够护持诸佛如来 真正唯妙的无上法藏 接下来请化起来 观音菩萨横说什么 六度波罗蜜 所以指跟观很重要 六度波罗蜜 下一尊 弥勒菩萨 也是会讲六度波罗蜜的 而且下一尊 弥勒菩萨刚成佛的时候 也是讲二十一天 大方广佛 华言经 所以你若是宋普贤行愿品 在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 你就会以弥勒菩萨放光 被弥勒菩萨射受 你就参加华言会上佛菩萨 不管你在哪个世界 假如你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没有关系 我刚才说过 娑婆世界一节 等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 一昼夜 那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在西方极乐世界很短的 到时候你可以坐着大宝莲花 再回到灵鹫山 菩提家也听弥勒菩萨 讲大方广佛华言经的 纵使你在东方要是佛的净土 你也可以坐着莲花 来听弥勒菩萨讲经的 为什么 因为十方佛国土啊 在菩萨来讲 他都可以游戏神通自在 举一个例子 就像新加坡人很有福报 你们都不用办签证 到的Woodland 修你的passport 就不就去JB大雪拼了吗 就这么容易啊 为什么你可以去呢 像我就没办法 我要先在台湾办签证 签证的时候通关的时候 他还看我 你看我 你是从中国来的 还是从台湾来 对不起 I come from Taiwan 对不对 What are you doing in JB 对不对 要问东问西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 那你身在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passport 有passport的功德 同样的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做大宝莲花 十方佛国度啊 你都去的 注意听 其他的佛 没有发 骗供诸佛愿 这就是为什么 极乐净土 真的很殊胜 你不要听到人家 讲极乐净土 很殊胜 你就不高兴 卖瓜说瓜甜 错 你真正去读 阿弥陀佛太伟大了 知道吗 所以 他横说六度波罗蜜 跟普贤十大愿望 接下来 称阳司法 具大志 把司法画起来 司法就是念 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咒 成为万咒之王 具有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愿力 无量的功德 可以像摩尼堡 满你一切的愿望 但是各位要认真念 至少呢 我会公开 假如你是上班的人 至少一点念一千声吧 早上 中午 晚上都可以念 若呢 退休的老菩萨 那你至少念三千声 跟五千声吧 你退休 你现在没有工作 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是你的时间 跟体力啊 你想想看 师父在前面讲过 我们年轻的人 拼命的工作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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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是希望 能够有安定的生活 所以年轻的时候 就用功的赚钱 赚钱 赚钱 所以你overwork 所以年轻人 很多身体都不太好 都熬夜了 等到老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什么 拼命吃补 拼命用各种钱 买你的命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新加坡有很多店 都是卖的嘛 燕窝 高利生 什么鱼翅 都是讲很补的 为什么 因为你怕死啊 你希望活长命一点嘛 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当你耗尽了所有的生命 请问你一生 换什么呢 有人换 丰功伟业的名 有人呢 换了非常非常多的豪宅 有人呢 每天呢 喜欢socialize 就是社交活动 对不对 吃喝玩乐 可是我告诉你 名 豪宅 吃喝玩乐 讲真话 断气的时候 没有一样是带走的 那你为什么不欠证你健康的时候 多用功一点呢 虽然念谱贤行 愿皮很辛苦 虽然修行也很辛苦 可是呢 当你老的时候 你很健康 然后你又有智慧 然后你又很快乐 你就会觉得老是很有福报的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一生 想一想 我听了这么多师父讲经 我又做了佛教的义工 我还去了菩提家野 我还去了四大名山 你会觉得你这生 是很快乐的嘛 对不对 因为法喜充满 所以希望各位 要珍惜生命 不但现在新加坡忙 台湾也越来越忙 甚至台湾现在 我们做一个调查 20岁到45岁的人 很多人都不学佛 为什么 打拼啊 你有没有听过台湾 爱病咖爱痒 真的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学佛法 就是每天工作 因为呢 什么都涨 薪水不涨 真的 师父站在第一线红法 我每天会课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众生 真的很苦 除非你很有福报 你才不会担忧 其实每一个人都担忧 每一个人都怕 怕多跟怕少 所以现在年轻人 都呢 很拼命的工作 来自于我商业经社的学生 也有跟我请假的 他说师父啊 我最近要跟你请假三个月到半年 我说为什么 我们老板很不好 每一次都在五点六点要下班的 最后一秒钟 Let's the meeting We will have the meeting tonight 晚上要开会 你可以不开吗 而且他还不算上班时间 大家都开啊 你不开可以吗 你不开 老板就请你打一个叉叉 Black mark 然后明天要做什么 你就不知道 你问人家 人家也不愿意跟你讲 就看下脸色 到年底呢 一般吃尾牙 对不对 斩鸡头的时候 鸡头就是对着你啦 所以他们也会怕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说没有关系 那你就不用来上课 为什么 他下班的时候 已经九点了 早上七点出门 九点还没有回到家 那我说没有关系 那你就不要上课 听师父的DVD 但是一个礼拜 要来共修一次 因为你不修 你的业力没办法转动 你还是很苦的 另外我也有学生 跟我请假 三个月到六个月 去做中国 现在伟大的中国 也进步了 我也很祝愿 华人呢 也能够佛法昌盛 师父一直都是用 真诚祝愿的心 没办法 全世界都在竞争啊 那只好离开家乡啊 离开家乡 要难得我就跟他说 严守五戒 不要回来跟我讲 二奶三奶四奶 那会打你的屁股的 对不对 你要真正关心你的家 对不对 其实他们出国 去中国工作 三个月六个月 只好带着我的DVD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 写email问我 所以 我讲了这么多 是告诉各位 满众生的愿 各位你很有善根 你真的很有善根 听闻佛法 得了人生 还有很多连友 六天也没有缺席 对不对 有些呢 工作很辛苦 我能了解 但是 你心中要有强烈 学佛法的意愿 为什么 因为这一生的苦 你再不熬 来生会更辛苦的 是不是 想一想 这样是很值得的嘛 假如你虽然 精进一生很苦 将来像红衣大师一样 悲心交集 日之时至 去极乐世界 那多好呢 悲的是什么 红衣大师为什么讲 悲心交集呢 悲的呢 我跟众生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那不是很苦吧 心的是什么 很高兴 我终于要往生 敬佛国土 阿弥陀佛来接我呢 你不往生 极乐世界 要见东方药师净土 师父也赞叹你 你要上身 见东帅内院 明了菩萨 师父也赞叹你 你要见来生 继续在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行菩萨道 师父也赞叹你 你有菩萨心 菩萨愿 但是最重要 自己 各位想一想 一点点的苦 可以让你出轮回 你为什么不精进呢 好 再看下面 经文 几世 称名解脱 你看 实名念佛法门 是可以得到解脱的 不管念观音 或念弥陀 都是很殊胜的 请看经文 二十三颂 我经前肯 常常赞叹 大悲观音菩萨 自在的功德力 有情 就是凡是一切的 有情众生 遇到苦难 或障碍的时候 不要想苦 我前几天讲 越想是越苦 其实转念头 其实转念头是很难 有时候你脑筋知道 但是心就是转不了 那怎么办 拜佛吧 拜佛 老菩萨也要多拜佛 各位年轻人 也要多运动 拜佛是一个 很好的运动 你可以来佛堂拜 也可以在家里拜 有情意念菩萨名 这讲 持民念佛 念大悲观世音圣号 我念六字大明咒 你慢慢念 慢慢念 你的心中 就会离开一切烦恼痛苦 从心的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慢慢你就会平安 身心就很安稳 不要动不弄 就跟师父说 师父我念了这么多 怎么没笑 我觉得有时候 我听到这脸有了 讲这句话 师父为为你 惋惜 表示你学佛学这么久 为什么你对 法的力量 没有深信呢 我常常遇到脸有跟我讲 师父我这么认真 怎么没有笑 我跟你讲 你要没笑 你早就不在人间了 你早就投胎 不在这世间了 就是因为有笑 所以你才活着 还可以见到生宝 一定有效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业 是不一样的 请看24 前几天给各位看 观音菩萨 撒干露 对不对 就恶鬼到的众生 假如你很不幸 遭做了恶业 堕落到黑神 黑神就是呢 在地狱里被绳子绑起来 还有大阿比地狱 堕落到地狱 恶鬼畜生 这里举一个恶鬼到的众生 那恶鬼到的众生 也没办法读很多经 他障碍也很多 心的力量也是很脆弱 这时候什么 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念 他就可以从恶鬼到早日 缩短他的业力 而从恐怖当中得到解脱 接下来再看经文 吉武面见弥陀 观世音菩萨度众生 度到哪里去呢 第一 大部分他会看你的因缘 假如你的因缘成熟了 可以去极乐世界 观音菩萨绝对不会吝啬 一定送你去阿弥陀佛的世界 因为观音菩萨的老师 就是阿弥陀佛 那观音菩萨本身 他是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观音菩萨他是圣者 他是佛菩萨 他到哪里都自在 他住在净土跟住在地狱里面都一样 所以他心里面都是平等的 可是我们不一样吧 天气热一点呢 我们就只要赶快要修冷气 对不对 天气太冷呢 我们要多穿一点衣服 我们凡夫还是会影响的 所以假如他可以往生极乐净土的话呢 他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 观音菩萨会以六道的众生 都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第二个 假如观音菩萨看你的功德力还不够 大部分是要让你升到天上 或升到人间 升到天上的话 就送你倦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会教你佛法 人间呢 那你会继续遇到三宝 而归一继续学佛法 所以并不是说 念观音菩萨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 那要看你的功德力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前三个礼拜左右 有一位师姐是我学生 他往生了 他走的时候呢 也会放不下 我带全部的学生 在医院帮他念谱 行愿品 念完我们帮他助念 回向 那第二天 他两个孩子 一个从台湾 一个香港回来 然后看到他 然后就断气就走了 他们都会问我 师父他去了吗 答案抱歉 他没有 但是他的儿子 也来见过我 他做梦梦到 妈妈非常的好 谢谢你为我做功德 也就是妈妈身心很安稳 他来生继续投胎做人了 你会说 师父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答案读经文嘛 深入佛法 假如他去极乐世界的话 那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 会来接他 他也会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在极乐净土了 可是呢 一般的人很安详 很高兴的说 很感谢 心很欢喜 大部分是呢 不堕三恶道 不会受苦 所以助念念佛 念咒跟念经 真正是有功德的 见低他 不要堕落三恶道的痛苦 有些来生会投胎做人 有些会投胎 要天上继续学佛法 所以这位师姐 他还要继续修行 来生他会遇到我 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很老了 所以啊 各位要珍惜光阴啊 极乐世界 并不容易 但并不难 所谓讲 不难 原因叫 你要按照 观音无量受佛经 敬业三福 效仰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样一条一条做 不是呢 嘴巴念一念就能够去极乐净土的 没那么容易的 阿弥陀经讲 不可以少圣根 福德因缘 得身彼国 但是呢 所以我们在多生多劫的人 很多人都是呢 考个五十九分 而被荡掉 继续再来念阿弥陀佛的 今天有一个连友告诉我 是中国大陆的连友 他跟我说 他曾经见过观世音菩萨 没错 我鼓励他 因为他过去世也是佛弟子 他过去世呢 很多世也是拜观世音菩萨 他在中国他并不懂佛法 他反而来了新加坡 对不对 反而学习佛法 他很赞叹新加坡的人 是很有福报 可以学习佛法 可以行六度波罗蜜 可以帮助很多众生的 所以我也鼓励他 将来继续再念 再念 这一生若遇到了困难 再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随时随地都会互念一切众生的 请看吉武 面见弥陀 若有三恶道众生 或三善道的众生 他的因缘成熟 观音菩萨加持他 西皆离苦得安乐 这个人横念大世明 大世明这里是指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当得往生极乐世界 面见如来 无量寿如来 无量寿如来就是什么 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叫 无量光无量寿 听闻妙法 证无声 最后会证到 无声法忍 这一段 面见弥陀 请做一个记号 横念大世明 请做一个记号 这是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或六字大明咒 所以答案 公开回答 念观音菩萨 或念六字大明咒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就是这一段经文 可以做证明 好 接下来看 西方三圣 这是唐朝 不对不起 这是台湾 江义址的老居士 现在这位老居士还在 他为静中学会 画过地域变相图 他画的是中国唐朝造型的 有点非常庄严 饱满 很严肃 很宁静的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当你念 西方三圣 其中的任何一个名号 都可以去 那有个问题来了 师父那假如我念 on mani ben me hon 临终会看到什么 答案是 西方三圣会现前 但中间你会看到一个 四壁观音 亲自来接你 因为你念 on mani ben me hon 西方三圣 跟四壁观音 会同时来接你 你会觉得 四壁观音 你看得比较清楚 看到那一刹那之间 就跟着走吧 不要问 你是这个 老菩萨都很喜欢 打这些妄念 表示你心中 怀疑很多 我再讲一遍 灵命中 莲花化身院 灵中见佛 一定是真的 不会是幻境 要是佛没事 他也不会来吵你 知道吗 所以 灵命中的时候 你跟谁有缘 那个佛菩萨 一定会现前的 八大菩萨 都可以送你去 东方要是净土 或西方极乐净土 乃至于你要上身 这个弥勒内院 你也会见到 弥勒菩萨 跟东帅内院的菩萨 通通来接应你 所以西方三圣 是同时来接应你 但是要看你个人的业 假如是你念阿弥陀佛的话 你会看到阿弥陀佛 比较清楚 假如是你是念 观世音菩萨去的话 观音菩萨 会放大光明照着你 只要看到西方三圣的 其中一位 你就可以跟着往前走了 那就恭喜你了 再看下面的经文 丁七未亡受祭成佛 分的二 物一当正种持法门 事实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经得这么长 这么长的故事 大阿修罗 从他堕路过去生 修过婆罗门法 也做过咒术 堕路到变阿修罗 阿修罗他还起了 他称心过去伤害众生 但是他因为生 生生世世都拜观世音菩萨 他生生世世都一心 修观音法门 所以他在最苦难的时候呢 得到观音菩萨 亲自献呢 纳罗天生 跟婆罗门生 来度他 所以这时候 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的忏悔 还有他念这个祭颂 祭颂也是呢 称赞如来 十大愿王里面的 称赞如来供养 所以因为赞佛的功德 接下来看 观音菩萨就为他受祭 而事实 观自在菩萨 摩赫萨 与大阿修罗王 受祭 受祭是很难的 请受祭做个记号 受祭只有佛 才能为你受祭 观音菩萨 过去已经成佛 叫过去正法明如来 道价慈行 现前大悲观世音 所以他不是普通的菩萨 他是成佛 道价慈行而来的菩萨 所以他也可以为众生受祭 像我 我就发愿 希望将来阿弥陀佛为我受祭 像释迦牟尼佛 在金刚经里讲 他无量节机功累得 一直累得 到哪时候呢 到遇到燃灯佛的时候 为他受祭 受祭有什么好处 保证你一定成佛 而且你会知道 你成佛的名号 现在我们各位 大家都不太知道 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 换了很多名字 像英文有叫做 David Richard Stella Whatever 你有很多很多名字 可是你成佛的时候 会有个名号 而且名号 就像燃灯佛 对释迦牟尼佛受祭 经过两个阿森奇节 以及无量阿森奇节以后 你会在娑婆世界 贤结第四尊成佛 好释迦牟尼如来 你成佛的时候呢 正法 相法 末法 有多长 你会广度多少的众生 佛会亲自为你受祭 注意听 受祭不是预言 预言还会变 受祭是不会变 但你会说 师父 为什么受祭不会变呢 因为佛有神通 看到你过去 现在 未来 我就常常比河流 上游 游到中游 中游 游到下游 河流 从上面一直游 游游游游游游 一定会游到大海的嘛 你只是要有时间 跟耐性 佛为你受祭 就表示你将来一定会成佛 那你就会满天欢喜 为什么 接下来你看经文 所有的与会大众 赶快站起来 供养观世音菩萨 也供养着未来的吉祥如来 所以你供未来佛的功德 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人间 你不容易遇到未来佛 真正的未来佛 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所以当你供佛的时候 弥勒菩萨的相 你也很虔诚的恭敬 那你就可以得到广大的福田 要很虔诚恭敬 传说 听说我们台湾 蒋中正总统 然后她的母亲 王太夫人 其实是佛教徒 从小教她念 金刚经浦门品 虽然 蒋总统的夫人 我们叫蒋宋美玲 她信基督教跟天主教 可是蒋总统先生呢 她自己本身是虔诚佛教徒 她喜欢到中国大陆呢 名山古叉呢 去参访 当遇到国家 有灾难 所以要做决定的时候 她常常去寺庙里面 静坐跟喝茶 然后请教大师的建议 那她的下面一位总统 叫蒋经国先生 也是我们台湾 非常了不起的总统 这两位总统 我都很赞叹 传说他们曾经查过家谱 他们的家在浙江省凤化县 蒋室家谱里面 曾经记载 他们遇到布袋和尚化身 他在家里供养了他两个月 所以他们家出了两个总统 所以你要遇到佛菩萨 真正的供养他是不容易的 弥勒菩萨亲自化身嘛 我前几天不是讲布袋和尚吗 布袋和尚也是千百亿化身的 他曾经在浙江省凤化广度众生 蒋室家谱里面有记载 他们供养过布袋和尚 在家里供养两个月 所以他们有帝王的福报 所以家里出了两位总统 所以一切都是要众善应的 接下来再看 如来吉祥如来 应供正片之 明行如善事世间解 无上事调欲丈夫 天人师佛世尊 好 如于世时 当正六字大明咒 总持法门 请把这个画起来 做个记号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亲自跟阿修罗说 你成佛的时候 叫吉祥如来 这时候你也会以你的大悲愿心 以六字大明咒的 这个六字万德鸿鸣的 万咒之王 会度尽 尽虚空骗法解一切一切的众生 这时候 今此一切的阿修罗王 如当于一切的 如于当来一切的众生 因为阿修罗王他是为国王授记 阿修罗王旁边还有所有的眷属 就说 你们这些人呢 当阿修罗王成佛的时候 这些人你也会医到吉祥如来 而得到救度 而且那个时候 所有的佛刹 一切的友情呢 心都很清静 从来呢 都很宁静 从来不会听到有贪嗔痴 慢疑苦难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在念 Om mani ba mi hon 心都安住在 六字大明咒的 大悲观音的咒号上 接下来再看 下面 悟二欢喜共养无量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与会大众啊 就非常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国王呢 受到观世音菩萨 亲自授记而成佛了 那我们这些在旁边的人呢 我们将来也有福报了 因为呢 当国王成佛的时候 也不会忘记我们 也会度我们而成佛 所以这时候悟二 请看 欢喜共养无量 持大力阿梭罗王 闻到这样的授记的时候 就把身上挂着价值百千万亿的珍珠 阴落呢 供养观世音菩萨 付以种种的妙宝庄严 百千万的天罐 或是耳当 耳当像是耳锤啊 铃当 也是拿起来 奉上 愿发愿 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接受 当然观世音菩萨接受 因为他是真诚的供养他的 接下来再看经文 丁八 宣说真实妙法 分六 一百页到一百零一页 好 我今天会讲到这个段落 请看经文 物一 横丝无常幻化 这时耳时观世音菩萨 告大力阿梭罗王啊 你虽然我为你授记了 可是你在佛法上 还是要好好的学习 那这时为他讲经说法 请看经文 我经未辱说法 应当递听 用心的听 你要用心的思维 乃至于做人啊 一切都是无常幻化的 命啊 也很难保久的 为什么 生命其实很短 接下来再看 如等而常心中 思维贪爱 而一般的人 他对阿梭罗王讲佛法 也对与会大众 一切呢 天龙八部讲佛法 他说啊 众生啊 尤其当人的时候啊 心常常呢 都思维贪爱 贪什么 爱什么 希望有大福德 心常享受快乐 也有很多的奴卑 人民眷属在你旁边 甚至也希望有累积很多的古物 古脉 仓库 因为古人呢 是要自己存到粮的 其大福藏 对福藏呢 就是喜欢收集很多的金银财宝 珠宝 人呢 都喜欢享受世间各种的快乐 尤其是像那现代的年轻人 你问他 人活着做什么 答案很简单 四个字 不是码票 吃喝玩乐 人生 得了人生 当然你可以适度的享受 没错 可是你若永远都享受在世间的吃喝玩乐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接下来你看 人才会贪爱你自己的父母 妻子跟所有的眷属 可是啊